101年啟動了雲端愛顏 圓夢計畫 激發了許多人的愛心 他們看見台東孩子們的需要 並且圓了孩子的聖誕願望 經過了半年的時間 愛的力量完成了將近90個願望 也創造了台東更多的未來 那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出一點點力量 就可以幫助我們的孩子 實現他們的夢想 何樂而不為 這實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人 願意主動的來關懷 尤其是在我們 太馬里鄉這邊 是屬於排灣族 孩子生長聚集的地方 他們有很好的音樂天賦 只要多一些些的資源 下一個張惠妹 下一個福德夫 都會從這邊產生 10號的下午 健康家庭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陳林彥以及教育處人員 前往位在太馬里的大王國中 居心一人一樂器的受賬典禮 我們相信神會光臨一切 果真這次允諾來當我們大王國中的天使 就近在眼前 是我們教育處自告奮勇說 我們要認良這個願望 然後我看到你們打鼓的表情 一副就是這個 這個是未來我們熱運社的鼓王 所以發揮你的天分 神在你身上一定有美好的子力願計畫 你要認真學習 要把握每一次學習的機會 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 透過健康家庭文教基金會的媒介 讓我們在學習上 在生活上得到這樣的一個注意 我想對各位所有同學的學習跟生活 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謝謝你的愛業 這麼體力的為我們採取這些樂器 你的愛業不僅僅給了我們需要的支援 也讓我們學習到要感恩、幸福 因為教育處的愛心 認養了大王國中同學們共同的願望 讓他們無時無刻都能夠分享音樂 也讓學校的熱門樂團能夠更完整 也相信這不只是一個夢想的實現 也是明日之心正在成長的重要關鍵 東台新聞溫格 泰瑪里香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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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